一千克的金镯子被你们清洗过之后只剩下一百克 今天我这两千克的项链被你们洗后只剩下二百克 你们这群偷黄金的耗子胆子还真不是一般的大 这位女士请你不要乱说 我们这是正规的店铺 从来没有做过你说的那种情况 请你管控好自己的嘴巴 否则我们不排除告你诬陷 敢做不敢当 昨天我老妈来清洗的黄金买的时间比较久 找不到发票了 但是我这个两千克重的金链子是昨天才买的 发票及标签都在 这上面明明白白的写着两千克 现在却只剩下二百克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 我就说那边那个老太婆看着有点面熟 原来是找麻烦来了 不过估计他们只知道是我们店里的原因 应该不知道是怎么少的 看我怎么忽悠她 怎么被我揭穿了 不知道说什么了是吧 我警告你们把偷我们的黄金赶紧拿给我们 要不然我现在就报警 个警察同志抓你们进去采缝刃机 女士 从你进店开始我们就有监控 从你把金项链递给我的那一刻 这项链就一直在你的眼皮底下 你说是我们偷了你的黄金 如果真像你说的少那么多 你能发现不了吗 又怎么可能不制止呢 老妹啊 我都跟你说了 老哥的金库里的首饰 随便你给老妈跳 你非要来这首饰店 也不是老哥说大话 这些金店里摆着的首饰 有可能还是从老哥我的仓库里进的货 老哥 我最近一直在忙工作 忙得脑袋大 好不容易今天带到你外卖单子少 这不是想让你陪我逛逛街吗 谁让我就你这么一个妹妹呢 我不惯着谁惯着 走吧 今天一切消费老哥买单 老哥真好 今天我一定要好好宰你一笔 两位 请问是需要买首饰 还是要清洗首饰呢 外卖小哥 他们这家店是骗子 不要在他们这里消费 要不然你一定会后悔的 这是什么情况 这位女士 我们还在做生意 请你管住你的嘴巴 如果你再敢这样胡说八道 对我们栽赃诬陷的话 就不要怪我让保安动手了 偷了我的黄金不让我说 现在还威胁我 你们真是无法无天啊 我也告诉你们 今天你们要是不把偷我2700颗黄金还给我 你们一单生意也别想做成 既然如此 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兄弟们 把这两人扔出去 他们要是再敢靠近咱们的首饰店 就给我打 打到他们不敢靠近为止 无法无天 你们真是无法无天 我就站在这里不走 只要你们动手我就报警 到时候把你们都抓紧去 兵发布特殊外卖任务 找回消失的黄金 完成任务 奖励黄金5000吨 任务失败直接抹杀宿主 实现两小时 请宿主尽快完成任务 消失的黄金 难道跟刚才拦着 我不让我在这家消费的小姐有关系吗 最后问你一遍走 还是不走 我也最后跟你们说一遍 只要你们不把偷我的黄金还给我 我是不可能离开的 好 既然如此 兄弟们动手 把他们两个扔出去 等一下等一下 怎么你一个送外卖的 要管闲事不成 小姑娘别冲动 如果动起手来她报警了 你们也做不成生意 让我来试试 能不能说服这位小姐姐吧 咱们到外边说 你放心 我上面有人 只要是他们骗你的 我保证把他们都送到里边采缝刃机 你说的是真的 你看我长得这么帅就知道 我不可能骗人的 走咱们到外边说去 现在跟我说说是怎么回事吧 事情是这样 我老妈昨天来这家店铺清洗金镯子 结果回到家之后 她这个1000克重金镯子 只剩下100克左右 我问老妈怎么回事 她说只是清洗清洗而已 其他的什么也没做 所以你怀疑是他们店里的人 动手脚 偷走了你老妈的黄金 没错 当我老妈跟我说过之后 我就怀疑 但是没有证据 于是今天一大早 我去商场买了个金项链 上边清清楚楚地标着2000克 到她家清洗过之后 直接变成200克 足足少了1800克 现在一克黄金560块 少了1800克 那就是900多万 这也太疯狂了吧 老妹 你这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吧 一克560 1800克 那是9000多万 还900多万 这要是让你做生意 岂不是空死 外卖小哥 刚才你说上面有人 能把他们送进去采缝纫机 我才跟你出来的 你不会是骗我吧 你也说了 帅哥是不会骗人的 你在这等着 我去证明一下 只要你说的是真的 我保证把他们送进去采缝纫机 外卖小哥 你这嘴上的功夫还挺厉害 那样的臭婆娘 都耐给她舒服了 为了表示 我们对你的感谢 今天你在我们这间店铺 所有的消费一律七折 并且以后只要是你来我们店里 清洗金首饰 全部免费 真的吗 我正好有条30斤左右的金项链 还有个一个50斤左右的金腰带 好长时间没清洗了 脏的不行 30斤加上50斤 足足有80斤 按照我们店里这个网水条队的比例 至少能洗掉72斤金子 按照现在黄金回收的价格 11得1 13得4 1530 最少好几个亿 我提成五个点 也有好几千万 发财了发财了 老哥 这个服务员笑得傻傻的 要不咱们还是换一家吧 小姑娘 虽然我看起来傻傻的 可是我办事从来不马虎 更何况这么多黄金到别的家清洗的话 清洗费都要好几万 我这里一分钱不要 自然是我家更合适了 说的也没错 我这些黄金到其他地方清洗 确实是一笔不少的费用 你等一下 我这就回去把东西拿过来 好好好 我就在这里等你 快去快回 真没想到 这个臭送外卖的这么有钱 居然存有这么多的黄金 这下发财了 老哥 那位小姐都跟你说 他家有问题了 你还要去他家清洗黄金 我说你脑子不会是有什么问题吧 瞎说什么呢 老哥我脑子好用着呢 老妹 一会 我会给你准备一台直播手机 并且 我让咱们公司的运营 把所有直播平台的在线人数 全部拉到这个直播间 而你要做的 就是全程直播 并且不能让那家经电的人人发现 老哥 难道你是要把那家经电 偷金字的过程 进行直播吗 没错 我要通过直播间 让更多人都知道这种骗局 减少被骗 老哥 真没想到你这么正直 放心 直播的事情交给你老妹 我保证不会让你失望的 八十斤中的黄金 被你洗过 现在只剩下八斤 足足少了七十二斤 折合现金最少十几 你后半辈子 就准备才缝纫嫉妒过吧 这条金腰带五十斤 还有这个金项链三十斤 一共是八十斤 小姐姐刚才你可是跟我说了 清洗免费 现在开始你的表演吧 这个送外卖的真的拿来了八十斤黄金 这次至少能偷他七十斤黄金 发财了发财了 外卖小哥 由于你这两个比较脏 所以需要清洗的时间久一点 那边有凳子 你稍微等一下 这是什么情况 跳舞跳得好好的 怎么就突然变到金店来 我这手机不是出问题了吧 你的也是自己跳到那个坑坑黄金回收店的页面了吗 没错 我连续刷好几个直播了 全部都是这个坑坑黄金回收的画面 这是怎么回事 在搞什么 我这小电影正式关键时候 怎么就给我转到金店 让我看洗黄金了 这个外卖小哥拿出来八十斤黄金 这不是开玩笑吗 五十斤的金油袋 三十斤的打链子 这要是在一个人身上避充不得利子 我的妈呀 直播刚刚开始 直播间在线人数就已经达到一亿人了 而且还在持续上涨 这是要把所有华国人都带到这个直播间的节奏啊 老哥公司的运营也太厉害了 洗黄金的感觉真好 如果每天都能洗这么多 我一个月肯定能洗成亿万富翁 老哥 我怎么感觉这水的颜色一直在变黄 而且好像一直有东西从你这金腰带上往下掉 还有我感觉你这个腰带好像变得小了点 你有没有感觉到 清醒我们是专业的 你说的好像有东西往下掉 那就是脏东西 只有把这些脏东西全部洗掉 这块金腰带才会变得更亮 更有质感 我说为什么黄金在那位姑娘眼底下少了十分之九 那位姑娘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原来一切秘密都在这水中 水的颜色好像比刚才更深了 而且那个腰带好像真的变小了好多 楼上的自信点不是好像变小了 而是确实变小了 刚才主播说的时候我特意截屏了 跟现在比好像整整小了一整圈 经过两个小时的洗刷 80斤的黄金只剩下8斤左右 工作人员将清洗干净的黄金拿给外卖小哥后 直播间直接炸锅了 这他们有的自在变气法嘛 两个那么大的东西洗一洗 搓一搓 帅一帅 居然可以变得这么修 那个外卖小哥刚才拿来的 如果真的是80斤黄金的话 现在顶多剩8斤 一克黄金560 500克就是25万 80斤就是1的1 13的3 30多个亿 我给你的时候可是有80斤 你洗一个小时就变成这么点了 是不是要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啊 你还好意思说 刚才你拿来的时候 这上面全部都是脏东西 我这一个小时一刻也没闲着 才把你这件腰带跟金项链洗干净的 我没抱怨呢 你还要我给你解释 真是不知好歹 你真把我当成傻子不成 你这水是什么东西 难道真的以为我不知道吗 我给你个机会 把你刚才所做的一切交代清楚 然后去警察局自首 踩上几年缝纫机 我就放过你 臭送外卖的 老娘累死累活的 给你把手势洗得干干净净 你不感谢老娘 还让老娘去采缝纫机 我看你就是来找茬的 赶紧滚蛋 要不然我就让保安把你给扔出去 80斤重的黄金 被你洗过 现在只剩下8斤 足足少了72斤 折合现金最少十几 你后半辈子 就准备才缝纫机度过吧 臭送外卖的 你这黄金给我的时候 就是这么多 我们店里也有摄像头全程录像 这些都能证明你是在胡说八道 我警告你 嘴巴最好放干净点 如果再诬陷我的话 后果自负 我也很奇怪 主播的手机一直在录着 我只看见黄金在一点一点的变小 但是没有看到他做任何的手脚 这是怎么回事 没错没错 我看着黄金变小 你一直想不明白 到底是怎么变小的 那些玻璃的金子去拿了来 摄像头自证真是好笑 就这点手段也想蒙骗我 如果我没说错的话 你刚才清洗黄金用的水 是由浓盐酸和浓硝酸 按一定比例混合而成的 强酸混合物吧 这就是你为什么一直洗 一直换瓶子 而不是把水直接扔掉的原因吧 这这这 这臭送外卖的竟然知道亡水 这应该就是他的猜测 否则 他怎么会在我换水的时候 不喊停我呢 臭送外卖的你胡说八道 我不知道什么是强酸混合物 我们这里也从来没有过 敲散混合物是什么东西 原谅我这九年一五九鱼的 鲁王之鱼 朱博麻烦说得清楚一点 让我鼻鼻啃 本以为是炫浮直播 没想到居然是烧脑的 关键是所有直播都成这球样 不看还不行 浪费我的脑细胞 当黄金接触到网水时 首先会生成氯金酸 黄金与氯离子和硝酸根离子结合 形成了四氯合金酸 接下来 四氯合金酸 会继续与网水中的 其他成分反应 生成其他含氯化合物 然后你们等顾客走后 再把这些含氯化合物 进行还原 就能得到黄金 现在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这些东西好像很复杂的样子 没想到老哥居然懂这么多 我突然觉得 我能有这么一个厉害的老哥 上辈子肯定是拯救了太阳系 好复杂 我这小薰 咪比叶的标识看不明白 也挺不明白 楼上的不用明白 你只要知道这些足够正名 是店铺偷走的外卖小哥 七十多金黄金就行 好 说得好 看来外卖小哥上学的时候 绝对是个尖子生 可是你知道又能怎么样 这里是老子的地盘 我说不让你离开 看你今天怎么走出去 老板 这个臭送外卖的 就是来找茬的 一定不能就这么放他离开了 被识破了 所以要来硬的了 不过我再劝你一句 现在去自首 顶多也就后半辈子采缝纫机 但是如果你动手的话 那可就不是后半辈子 这么简单了 好大的口气 还让我后半辈子都采缝纫机 兄弟们给我上今天 一个都不要放过 完了完了 看着情况对方好几十号人 他们好像只有两个 外卖小哥这下要交代在这里了 外卖小哥放心 我已经录屏了 等你赶了 我会拿着这些证据去寻补房 让寻补同志们替你收拾的 葵花给血手 动动动不了了 这这这这怎么回事 臭送外卖的 你对我做了什么 刚才发生什么了 是我网卡了吗 那个外卖小哥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分身 还有这些人怎么都不动了 十三 刚才你直播的内容 我们已经全部录屏 现在铁证如山 他们休想 再有任何狡辩的机会 你是本次事件的受害者 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要求 我的要求很简单 偷我一颗黄金 踩十年的缝纫机 刚才我洗掉七十二斤 也就是三万六千克 少一克踩十年 也就是要踩三十六万年缝纫机 这这这 原来外卖小哥早有准备 怪不得又是悟空 实在是太精彩了 这可比看条无有意思多了 不过这三十六万年缝纫纫机 宣布姐姐会统一这么判卖 好 就按照你说的 少一克踩十年缝纫机 兄弟们 把这些人给带回去 支付宝到账 一万亿元 支付宝到账 五百亿元 晶晶 答应 做我女朋友吧 你放心 只要你答应 做我女朋友 我以后绝对对你言听计从 你让我往东 我绝不往西 你让我抓狗 我绝不磨叽 流氓 我已经跟你说了好几次了 我们不合适 再说了 我们从初中一起长大 你是什么人 我还不清楚吗 你对我怕也就是三分钟热度 热乎近一旦过去指定 又要另寻新欢 所以你还是另寻良人吧 我追求你都已经四十八小时了 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个女孩子这么伤心 如果你不相信我 我可以拿我老爹的产业跟你保证 咦 那边不是之前上初中时候 临班的校草夜十三了 我记得当时他学习成绩很好的 现在怎么在跑外卖呢 难道是家里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流氓还在叽叽喳喳的说着 但此时 白晶晶已经走到了夜十三的旁边 十三 真的是你 你怎么送起来外卖了 是家里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你是白晶晶 这么多年过去了 没想到你居然还能认出我 你还是跟以前一样 没怎么变 所以我才会认出来你的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你怎么送起外卖来了 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那不是夜十三 晶晶之前喜欢的人吗 难怪他不答应跟我在一起 原来都是因为这个家伙 之前学习那么好 没想到现在居然送外卖 正好晶晶在这 看我今天怎么踩着 你在晶晶面前装十三 把送外卖当成爱好 你还真是奇怪 不过既然你没事 我就放心了 晶晶 只顾着说我了 你呢 怎么一个人在这里 臭送外卖的 你眼睛瞎啊 我这么大一个人 站在这里你没看到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晶晶的男朋友流氓 所以还请你离我女朋友远一点 我都已经跟你说得清清楚楚的了 你还说我是你女朋友 你就不能要点脸吗 十三别听她的 她是乱说的 我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 十三 你是夜十三 上学时候的大才子夜十三 我来个逗 没想到 现在居然落到送外卖的地步 我家新开的酒店 还缺一个保安 每天两百块 有没有兴趣来我这里 我现在送外卖 每天还能挣一点点 没有换工作的打算 晶晶你看到了吗 有些人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送个外卖 每天风里来雨里去的 最多也就挣个一两百 现在我给她找这么好的工作还嫌弃 真是不知好歹 十三 要不你考虑一下吧 最起码不会风吹雨淋了 既然她已经决定了 跟她说那么多干什么 咱们赶紧走吧 刚才史豪迟打电话 说她已经在酒店等我们了 一会去到酒店 只要把你灌醉了 看你不束手就擒 十三 既然今天这要巧遇上了 那咱们就一起去吧 帮帮我 刚才这个流氓打电话说 准备把我灌醉行不轨之事 十三你一定要帮帮我 并触发特殊外卖任务 帮助白晶晶摆脱眼前危机 完成任务奖励现金十万亿 任务失败 扣除宿主所有资产 实现一天 请宿主尽快完成任务 这次时长居然是一天 系统怎么会突然这么好 不行 不能让这个臭送外卖的坏我好事 晶晶啊 十三还要送外卖 这是她的工作 如果因为吃个饭 影响工作扣了奖金 多不好 咱们还是改天再邀请十三吧 没事的 我外卖已经跑完了 手机也停止接单了 走吧 我跟你们一起去 这臭送外卖的没有一点眼里精 坏老子的好事 不过既然你要去那老子 就改变策略 狠狠地踩你 让晶晶看到我的发光点 到时候让她心甘情愿 做我的百灵鸟 游上 我都等你们半个小时了 你们怎么才来啊 路上遇到了个熟人 晶晶非要带过来 所以来得有点晚了 熟人 游上 你不会是说这个臭送外卖的吧 她这样的下等人 也配称为熟人 还有她穿着一身外卖服 怎么就有脸来这么高档的酒店 难道就不知道什么是羞耻吗 够了是好迟 你如果再这样的话 我带十三马上就离开这里 还是老实了解我 这一顿亲切的问候 这臭送外卖的 估计心中已经策马奔腾了吧 别生气津津 狗咬你一口 你总不能咬回去 还有你要记住 只会乱叫的狗都是没本事的狗 所以没必要理会 臭送外卖的你说谁是狗 给我跪下道歉 我可以看在刘少的面子上 放你一条活路 要不然 我保证今天让你离不开这里 刚答应来我家做保安 也不至于被说成是 穿着一身外卖服的狗啊 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好了 屎少看在我的面子上 就别跟他一般计较了 毕竟能做到一起就是缘分 虽然他没有钱 虽然他是一个臭送外卖的 但至少能给我们带来乐趣 说不定一会 真的会狗叫两声呢 真是想不明白 你们这优越感是哪里来的 我虽然是一个臭送外卖的 我不偷不抢 每一笔钱都是辛苦得来的 而你们呢 有哪一点是靠自己得来的 没错 我们就是靠家里 你又能怎么样 我不仅在天河市 有四个庄园 五个酒吧 每天营业额都在三百万 刘少佳在天河市五个酒店 三个矿场 每天盈利更是高达五百万 你拿什么跟我们比 既然你们要装十三 那我就把手机声音打开吧 灵灵 这臭送外卖的脑子 不会是坏掉了吧 就这么一破国产手机 他也好意思拿出来 还有我们说盈利 他却拿出手机 真是笑不活我了 十三 真是抱歉 没事宁宁 你等着看就好了 装十三 还从来没有人能比得过我呢 因为我是真十三 支付宝到账 一万亿元 支付宝到账 五百亿元 一万亿元 一亿元 臭送外卖的你 打开手机声音 就是想让我们听你这短信铃声嘛 不过不得不说 每个铃声都不一样 看来你为了装十三 也很用心啊 铃声 真是可笑 为你们单独设置铃声 你们还不开 你不会是说 你刚才手机里播报的是真的吧 真是笑死我了 一万亿 你知道是什么概念 你就算是装十三 麻烦你做下功课好不好 没错 史少说的没错 你就是一个臭送外卖的 收款一万亿 不觉得很可笑吗 五千亿 五千亿零一块 九千亿 九千亿零一块 一万亿 一万亿零一块 两万亿 两万亿零一块 十三 那边那两个家伙一直在跟着咱们 肯定憋着坏呢 咱们要不要报警 让警察抓他们进去 才缝刃机呀 路是大家的 咱们能走 他们也能走 他们两个也没有做出什么伤害咱们的事情 就算报警 也不能拿他们怎么样 系统还没有提醒完成任务 应该是这两个家伙 还没有受到惩罚的愿意 要想个办法了 走过路过 不要错过 三星堆刚刚出土的文物 还有科研院刚刚淘汰下来的原子弹 绝对活真价实 保你满意 买不了吃亏 买不了商大 有了 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们 刘少 咱们两个一直跟着他们做什么 要我说你就再找别的女人吧 你长得这么帅 还这么有钱 女人还不是有的事 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 你懂什么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更何况 这个臭送外卖的 在我面前装十三 我还没装过来呢 怎么能就这么算了 我一定要找机会出这口气 刘少 你快看 他们两个好像去那个古董摊位了 古董嘛 正是彰显我彩力的时候 臭送外卖的 看我今天怎么把你踩在脚底下 外卖小哥 我这摊位上 全部都是好东西 绝对保证 有需要的 我可以给你打折 你一个臭送外卖的 难道还对古董有兴趣不成 也不撒泡尿看看自己的德行 真是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两位少爷气宇轩昂 一看就是富贵命 你二位肯定是懂古董的 看看有什么看上的没有 我肯定给两位最低的价 老板还挺会说话 看在你会说话的份上 我们哥俩自然要照顾照顾你的生意 这样吧 这个臭送外卖的看上的 我都比他贵一块钱 哟 那就谢谢两位了 外卖小哥 您快看看 有什么看得上的 看来那边两个冤大头 跟这个外卖小哥不对付 外卖小哥发一笔横财呢 哼 既然你自找的 那就别怪我了 老板 我看那边那个青花子不错 不知道你准备多少钱出售 外卖小哥眼光真好 我这摊位上一共四件宝贝 您刚才说的就是其中一件 并且这件是四件中最珍贵的 哦 是吗 那老板你倒是说说 这怎么值得珍藏了 那老夫就说到说到 这件可是原青花 萧和月下追寒信徒梅屏 由景德镇窑烧至 高44.1厘米 底部直径为13厘米 附近28.4厘米 口径仅为5.5厘米 拍质洁白细腻 青花橙色稳定 白又纯净 透明度极高 青花细用进口苏泥薄清料 再好也就是一个磁瓶 还最好的 老板你这十三桩的 都能比得上这个臭松外卖的了 公子有所不知 这件梅屏的妙处 在于平身腹部会有的 萧和月下追寒信这一故事 秦末农民战争中 寒信气象与笨刘邦 在与韩信的多次交谈中 刘邦重臣萧和 十分赏识韩信 但一直不受重用的韩信 见声不满 在刘邦至男政途中离去 萧和发现后 连夜策马追赶 终于劝得韩信回心转意 随后萧和向刘邦举进韩信 刘邦虽败韩信为大将 这磁瓶绘制的正是此事 真是能忽悠 如果不懂的话 说不定真的被这家伙给忽悠了 不过这都不重要了 只要那两个家伙能相信就行了 老板报个价吧 合适的话我就要了 好 外卖小哥果然爽快 这瓶子全球就这一个 我也不多要 给我七个亿你拿走就行 既然是独一无二的 那七个亿也不算太多 包起来我要了 直接刷卡 慢着 老板我说了这个臭送外卖的 所有看上的东西 我都要出比他高一块的价格买下 所以这个瓶子 我出七个亿零一块钱 你非要跟我做对事吧 那好 咱们就比比谁的实力更雄厚 老板这个瓶子 我出五十亿 臭送外卖的也敢跟我比试 五十亿零一块 五百亿零一块 一千亿 一千亿零一块 三千亿 三千亿零一块 五千亿 五千亿零一块 九千亿 九千亿零一块 臭送外卖的你喊啊 今天我要狠狠地 把你踩在脚底下 游少 这东西已经喊到九千多亿了 这么多钱 就算是把你家资产 全部变现也不够啊 还是优着点吧 只是较价而已 你以为我真的会出钱啊 你不会是觉得 这个臭送外卖的 真的能拿出来九千亿吧 游少说的是 是我狠想了 臭送外卖的 怎么不喊了 是不是就能拿出来这么多钱啊 跟我都 你真当老子是下大了的吗 一万亿 一万亿零一块 两万亿 两万亿零一块 看来游少对这瓶子很感兴趣 既然如此 那我就不跟你抢了 两万亿 我的老妈妈啊 二十块金的瓶子 竟然卖到两万亿 发财了发财了 这外卖小哥 就是我的财神爷 回去我就雕个画像供起来 少年 请问这两万亿 你要怎么支付 我说老板 你不会以为 我真的要两万亿 买你一个破屏的吧 你真当我是傻子啊 我只不过是看着 臭送外卖的不顺眼 要打击他而已 现在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傻子才出钱呢 你们之间的恩怨我不管 不过你 既然已经喊价到两万亿 你就应该为自己的言行买单 两万亿 开玩笑 老子就不买单 你能当我怎么样 在这镜河街 你是第一个敢和我 破脚里说话的 我最后给你一个机会 给钱咱们还是朋友 不给钱的话 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金金 咱们站远点看 要不然一会 健身上血就不好了 流氓集团知道吧 那可是用老子的名字命名的 还对我不客气 今天你只要敢动手 我明天绝对让你的 在前何时消失 由上 你看后边 他们这就是冲人数的 放心好了 他们绝对不敢动手的 兄弟们上 都给我上 废了他们 恭喜宿主完成 特殊外卖任务 10万亿已存入宿主委号为 3708的银行卡号 请注意查收 银行卡一直在我手里 我存的90万 你跟我说被人取走了 你们银行是在搞笑吗 女士 请你冷静一点 您这银行卡里 确实只剩下0.3元 并没有您说的90万 不可能 我们两口子就这一张银行卡 这90万 是我们打拼7年存下来 准备结婚用的 从来没有取过钱 女士 不要激动 我这边显示 确实只有0.3元 您还是想想 到底是怎么回事再来吧 我看这个女士 不像是乱说的 难道90万真的就这么没了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他们银行 又不是第一次出现这种事情了 上次我来存钱的时候 让我填写了一大堆单子 到最后 我感觉不对 就拿起好好看了看 填写的单子 竟然是准备把我存的钱 变成理财产品 我一起之下 全给撕了 看我生气客服 就老老实实的 给我办理存款 也没再耍心眼 钱放在自己手里 担心丢失损坏 可是放在银行 直接就是白给一样 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各种规定 他这挺好 90万本人不来 就被取出来了 还真是有意思 银行卡一直在我手里 钱是存在你们银行的 那就是你们银行给我弄丢了 你们银行要负责任 随机扣款才两天 就遇上来取钱的 还真是倒霉 不过随机扣款任务 是行长让做的 只能怪他们倒霉 被筛选到了 女士 我已经跟你说的够清楚了 你的卡里只有0.3元 并且刚才 我有确认了一遍 你这张卡在前段时间 确实有一笔90万的取款记录 不可能 根本不可能 银行卡一直在我手里 取没取钱 我能不知道吗 你这根本就是胡说八道 大哥 这是您点的外卖 麻烦签收一下 如果对我的服务满意的话 请给个五星好评 谢谢 女士 我劝你说话注意点 我已经明确地告诉你 这银行卡里的钱被取出来了 至于怎么取出来的 是你自己的问题 跟我们银行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辛辛苦苦 七年存的钱 你说没了就没了 这让我们怎么活呀 你是我是说 被取出来了不是没了 你听不懂是吗 不懂的话回家查字典去 好了 如果没有其他要办理的业务的话 请离开 不要影响我给其他顾客办理业务 我们从来没有取过钱 钱怎么就会没了 今天你们银行要是不把钱给我取出来 我就把你们银行砸个稀巴了 老公 不要冲动 这里是银行 如果你真动手的话 肯定会抓你进去采缝刃机的 他们银行就是欺软怕硬 如果不强硬点 他们银行更不会给咱们钱 那可是咱们辛苦 今年要结婚的钱 我警告你 这里可是银行 如果你敢动手 就等着吃花生米吧 兵触发特殊外卖任务 帮助眼前夫妻取出90万 完成任务 奖励特殊银行卡一张 任务失败 直接抹杀宿主 于是 特殊银行卡可用充电器 进行余额充值 充值的余额 可以用于正常消费 充电器充银行卡余额 这系统也太会玩了吧 不过我好喜欢 眼前还是先弄清楚 这是怎么回事再说吧 今天我就把话放这了 你们银行要是不让我把钱取出来 你们一个也别想离开这里 他喵的 没想到居然遇到一个愣头青 保安 保安 这里有人闹事 我最后一遍警告你 现在离开的话 我可以当做刚才的事情没发生 否则我现在就交保安动手 把你送到警察局 你后半辈子 就准备裁缝任机吧 小伙子可千万不要冲动啊 什么事情都有解决的方法 如果你真的动手了 那就算是抢银行了 肯定要采缝任机的 没错 你还年轻 钱没了可以再挣 可是如果被送进去采缝任机 这辈子就完了 老公千万不要冲动 因为这点钱毁了后半辈子不值当 难 难道咱们的钱就这么算了吗 好不甘心啊 小哥 刚才这位先生说的对 没有顾不去的砍 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我多少有点能力 你如果相信我就跟我说说 这是怎么回事 或许我能帮你解决 没用的 外卖小哥 你解决不了的 算了 怪只怪自己没本事 老婆咱们走吧 以后挣钱再也不存银行了 反正事情都已经这样的了 跟我说说 也不会坏到哪里去 说不定 我真的帮上你呢 是这样的 我们两个人从小就在一起 到谈婚论嫁的时候 我母亲说要娶我就要 拿出50万彩礼 小强家没那么多钱 于是我们商量 一起在外打工挣彩礼前 我们辛辛苦苦干了7年 存下了90万 想着把钱取出来回家结婚 可是我取钱的时候 他告诉我这张卡的90万只 剩下0.3元了 我让他好好查看 结果他看了下 有告诉我这卡里的钱 是被取走的 可是这张卡一直在我们手里 公一冲动就拿东西过来了 他们银行的胆子还真大 90万说没就没了 你们放心 今天我给你们做主 一定让你们把钱取出来 臭送外卖的 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 要不然我让保安 把你一块给送进去采缝刃机 你说他卡里的钱是被取出来的 现在我想知道 是哪一天被取出来的 这个你能提供吧 不好意思 取款时间是顾客的隐私 不能提供给你 卡是我们的 现在我们要知道取款时间 这总可以吧 可以提供 但是我们要走内部审批流程 你们这边需要提前预约 这是预约前的调查 你们拿去先填写吧 填写好了 我给你们预约 我自己的卡 就想知道取款时间 还要提前预约 还要填这么多东西 这是我们的银行的规定 我也没有办法 银行我去过不少家 也整治过不少 像你们这么嚣张的 我还从来没见过呢 去把你们行长给叫过来 我倒要看看 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多规定 你就是一个臭送外卖的 还想见我们行长 你实在想劈吃吧 想要知道取款时间就赶紧写 不想知道就离开 不要影响我的工作 真是嚣张 好 既然你不讲道理 那我也没必要跟你们讲道理 我要把这张卡里的钱 全部取出来 现在就给我办理 不好意思 办理取款要排队 不过我们银行马上就要下班 今天估计是排不上了 你还是明天再来吧 你快看那边 那辆户加迪威龙被撞了 这辆车可是价值上亿 这下那个女人要惨了 这种热闹 怎么能不凑一凑呢 走走走 赶紧过去看看 这是谁的破车 害得老娘撞上去 摔了的大跟头 还把新买的小电驴给摔坏了 看老娘 今天逮到你 怎么收拾你 这大姐撞了别人的车 居然还说要收拾车主 你说一会车主来了之后 会不会有好戏看 谁说不是呢 人家的车 好好的在车位上停放着 他骑着车撞上去 居然还说要车主好看 我猜他肯定不知道 这辆车价值上亿 要不然 他肯定不会这么说 等着看吧 一会有他哭的时候 大姐 这辆车可是豪车中的豪车 很值钱的 你把车撞成这样 一会车主来了 你可一定要好好给人道歉 求得车主的原谅 要不然你会配很多钱的 臭丫头 这是你的车吗 不是我的车 不是你的车 你管什么闲事 老娘都摔成这样了 你还让我给车主道歉 你是搞笑的吧 还有我的小电驴 也被摔成这样 今天没得一两万这件事 绝对不能绕了他 可是 可是什么可是 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不是你的车 就给我站的原点 省得一会动手伤及无辜 唉 我好心提醒你 你却说我狗拿耗子 既然如此你就自求多福吧 我这么大的人了 用你操心了 真是就显得你了 今天配送任务结束 找雅静做点该做的事情去 咦 我车旁边 怎么倒着个小电驴 不会是 撞到我车上了吧 臭送外卖的看什么看 虽然我好看 你也不能一直站在我身边 盯着我这么多看吧 赶紧滚远点 要不然 我就该收观赏费了 我说大姐 你要点点好不好 就你这样的 就算是白给我都不太考虑的 还看你 我是闲得没事干了吧 臭送外卖的你竟敢说我丑 看老娘不撕烂你的嘴 我虽然不打女人 但是我警告你 最好不要跟我动手 要不然 你一定会后悔的 我一个女人 如果真跟她动起手来 肯定没有胜算 臭送外卖的 这次就放过你 如果不是我有事 今天一定叫我老公 好好收拾收拾你 赶紧滚蛋 不要影响老娘在这做大生意 我想我现在还不能离开 因为我的车好像被你撞了 你是不是要给我一个解释 开着豪车送外卖 这未免也太神毫了吧 臭送外卖的 刚才骂我 还想着放你一马呢 没想到这辆车居然也是你的 那我就不能再放过你了 你把我的车撞成这样 还不准备放过我 是几个意思 几个意思 老娘在路上骑得好好的 就因为你的这破车 在这挡着 害老娘撞了上去 再了个跟头 人被摔成这个样子 小店女也不能再用了 难道不应该给我个交代吗 我的车在这里停得好好的 你自己撞上来的 现在还要我交代 你确定你是认真的吗 你以为老娘在跟你开玩笑不成 我告诉你 这辆小店驴价值五万 我被摔成这样 最少十万 这样吧 看在你是送外卖 挣钱不容易的份上 给我二十万 这件事就不跟你计较了 你撞了我的车 我还没找你要钱 你先让我赔偿你二十万 你怕不是在想皮吃 我警告你 我这辆车当时落地的时候 可是一个亿 被你撞着一下维修 最少要三千万 你做好心理准备 三千万 臭送外卖的你忽悠鬼呢 这又不是奥迪宝马 就你这破车三千块 估计都没人要吧 你是不是不想赔偿我钱 所以想把我吓走啊 老娘可不是被吓大的 赶紧给钱 要不然 我一定要你好看 看来 你是要跟我耍混 不准备赔钱了 那咱们就报警 让警察处理吧 报警就报警 老娘的男人可是猪哥 在这附近黑到白到 哪个不给三分薄面 你以为报警 我就怕你不成 我告诉你 说不定报警之后 鉴定我的受伤情况 你会赔偿的更多 还真是嚣张 外卖小哥 千万不要放过这种女人 要不然 他对社会就是一种危害 危害你的头啊 危害 再敢多说一句 一会 猪哥来了 第一个收拾你 你不是要叫什么猪哥吗 那你就喊你那个什么猪哥过来 我都要看看 我怎么会赔偿的更多了 你等着 臭送外卖的 我一定会让你后悔的 猪哥 你看我这脸都破了相了 都是因为这个臭送外卖的车 在路上放着 把我给撞成这样子的 他还让我赔他钱 我提你的名字 还说要让我采缝刃机 你一定要替我报仇啊 竟然敢用车 撞我小甜甜 看我今天不把他的车给砸了 给你报仇 抽送外卖的 就是你的车 把我小甜甜弄成这个样子是 布加迪威龙 这个臭婆娘 不是被这辆车给摔倒了吗 没错 是她撞到我车上 被摔成这样的 你准备怎么做 那个 那个 这辆车是你的 没错 这辆车是我的 这个女人就是撞到 我这辆车上 被摔成这样的 刚才我听到你说 要把车砸 现在车就在这里 动手吧 这这这 老公动手啊 刚才你不是还说 给小甜甜报仇吗 现在赶你展露 男子气概的时候了 赶紧动手啊 给我闭嘴 抽送外卖的 你凭什么说 这辆车是你的 你那什么来证 现在可以证明 这辆车是我的了吧 真 真 真的是她的 这可是价值上义的跑车 被这个臭婆娘的 撞着一下 最少好几千万 我还是赶紧贴清关系吧 那个外卖小哥 我跟他没关系 车是他撞的 你找到他就行 我就先走了 猪哥 你刚才不是说 一直会对小甜甜好的吗 你赶紧给我把车砸了呀 我想教你个菠萝 这辆车可是价值一个小目标 让我去砸车 你是想我死吧 我警告你 从现在开始 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再来找我 休要怪我脚下不留见 小哥你们先聊 我就先等了 你说的黑白两道通吃的 男人已经跑了 还要叫人吗 不叫人的话 咱们就商量商量 这辆车准备怎么赔偿我 赔偿你 臭松外卖的你休想 老娘是不可能赔偿你的 好啊 那你就去采缝纫机吧 百姓 交给你了 女士 你损坏他人财物 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吧 我的要求很简单 我会让鉴定机构 出具鉴定报告 一万块采上一年缝纫机就行了 这小哥刚才说 维修最少要三千万 一万块采一年缝纫机 岂不是要采三万年的缝纫机 这种女人就该如此 实在是太解气 三万年的缝纫机 完了完了 十三 人我就先带走了 晚上记得来局里跟我说明下情况 外卖又被偷了 在这小区 这都是第五次了 他瞄的 反正今天外卖只剩下这最后一单了 非要找到这个 偷拿我外卖的人不可 熊哥 那个送外卖的 好像朝着咱们走过来了 咱们要不要暂闭下风头啊 毕竟咱们吃他的外卖 现在外卖的盒子 还没有处理呢 啪个锤子 你给我记住了 这外卖是咱们点的 还有他们送外卖的 想进这个小区 就要我们点头同意 所以哪怕被他发现 是咱们拿的外卖 他也只能认在 熊哥你分析的有道理 一会这个臭送外卖的说话 只要敢大声 以后我都不会让他进小区 这才对嘛 做保安就要硬气 别说他一个臭送外卖的 就算是业主进出 也要看咱们脸色 只要咱们不高兴 就不给他们进 又能怎么样 两位大哥 我问一下 刚才我的小电驴 在您这旁边停着 您二位有没有看到有人 从我的小电驴上拿外卖啊 我们两个是看护小区的 不是看你的小电驴的 你要找你的外卖到别处去 不要影响我们工作 我熊哥说的对 赶紧走远点 影响我们的工作 小区出了问题 不是你这个臭送外卖的 能承担得起的 我就是问句话 怎么就会出问题了 8108 那不是我最后一单 外卖的配送房间吗 外卖盒子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难怪他们不愿意打理我 原来是外卖盒子还没有处理 怕我发现 才着急赶我走的 臭送外卖的 还不走 站在这里做什么 等我们请你吃饭不走 如果你们不是作贼心虚 怎么会这么着急的赶我走呢 现在老实交代 拿过我几次外卖 然后跟我去客户家里 说明情况 我可以放过你们这一次 什么意思 臭送外卖的 你是说我们拿了你的外卖吗 我警告你说话是要负责任的 你要是拿不出证据 看我们怎么收拾你 外卖的盒子还没有丢掉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有个外卖盒子不是很正常吗 还是说我们就不能点外卖啊 还真是 今天走大运了 东西你们领了 现在来解释下 你们吃这个外卖上边的配送地址 怎么和我订单要配送的地址 是同一个地方的问题吧 什么一模一样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臭送外卖的 你在敢诬陷我们的话 下次小区都不让你进 到时候外卖都让你没法子送 没错没错 臭送外卖的 我熊哥可一向是说话算话 我劝你 最好不要得罪我们 偷我外卖被我发现还不承认 还威胁我 好 你们很好 我记住你们了 咱们走着瞧 看到没有 他们臭送外卖的就是贱 只要你够硬 随便说他们都不敢顶嘴 记住 以后只要是他来送外卖 不管吃不吃得完 全部给我拿下来 看他下次 还敢不敢在我面前装十三 哼 既然你们喜欢吃外卖 那我就送一份大礼给你们 喂 我要定义外卖 一千万的标准 你们看着做就行 但是我要详细的订单记录 还有账单详情 三十分钟后 我去你们店里 拿了 小李 这份外卖拿到柜台上去 这份外卖可是特别贵 一定要特别小心 不就是一份外卖吗 坏了重新做不就行了 要这么谨慎吗 这份外卖可是价值一千万 外卖小哥马上就来取餐 如果打了的话 你配得起吗 多多多 多少 一千万 一份外卖一千万 我的个乖乖呀 真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少贫嘴 赶紧地去放到前台 记住一定要小心 万事俱备只签东风 今天只要你们敢动外卖 我就让你们赔个倾家荡产 靠送外卖的刚冤枉我们 现在居然还赶过来 好大的胆子 顾客点外卖 我自然要送 我又没做什么亏心事 有什么不敢来的 刚才我熊哥说了 以后你来了 不会再让你进小区 你当时放屁啊 我告诉你 今天你休想进小区 小熊 得饶人处且饶人 外卖小哥也不容易 何必为难他呢 刚才只是误会 误会解除 咱们还是朋友 外卖小哥快点去吧 再不进去 订单就超时了 熊哥 刚才你不是说不让他进去吗 为什么 没看到他车上的外卖吗 这马上又到饭点了 你准备花自己的钱买饭 原来如此 去把这个臭送外卖的车上的外卖 全都给我拿过来 记住是全部拿过来 一个不剩 吃不完 咱们喂狗都不留给他 让你得罪我 你就等着赔钱吧 哈哈 我就说 你们怎么突然转性子了 哪怕 我还就怕你们不难呢 一会有你们哭的时候 熊哥 龙虾鲍鱼 海参 全部都是好东西 这下咱们两个有口福了 没想到小区里 还有这么神豪的人 以前怎么就没见点外卖呢 好了不管了 赶紧吃赶紧吃 吃完把外卖盒子扔了 让这个臭送外卖的找不着 到时候让他赔上 吃的差不多了 现在过去人脏病货 看他们还有什么好说的 两位这外卖好吃吗 好吃好吃 这龙虾是我吃过最棒的龙虾 实在是太好吃了 还有这么螃蟹 蟹黄都快改上馒头了 实在是太棒了 既然这么好吃 那支付下外卖费吧 抽送外卖的 你怎么会这么快出来 我知道了 你是故意的 是不是故意的 现在都无所谓了 从你们去我车上拿外卖 你们吃外卖 我都有视频为证 还有这个外卖盒子 还在你们手里 现在人脏病货 还是说说你们准备怎么赔偿吧 不就是一份破外卖吗 给你一百块 就当是我们买的 赶紧滚蛋 不要让我再看到你 这龙虾鲍鱼的一百块可不够 不就是想要钱吗 当老子没有吗 给你一千块 这总行了吧 赶紧滚蛋 这是这份外卖的订单 总价一千万 账单在你们吃的外卖袋子 自己看看吧 一一一千万 抽送外卖的你就是敲诈 我们要告你敲诈 刚才我也报警了 如果你们照原价 赔偿的话就这么算了 如果还是坚持不赔偿的话 就等着 采缝纫机 以为我们是下大的不成 抽送外卖的 我要看看你能让老子怎么样 大哥 刚才警察说 要咱们采一百年缝纫机 才能出狱 你说 咱们要不要把钱 还给那个抽送外卖的 一千多万 你能拿出来吗 我 我 我拿不出来 抽送外卖的 居然给老子下套 让老子采缝纫机 等老子出去之后 看怎么收拾你个王八蛋 你们两个居然还不老实 想着出去收拾别人 为了避免你们出去害人 每个人在家行一百年 这副后裔社日 我出一百亿 我出五百亿 一千亿 三千亿 五千亿 一万亿 两万亿 五万亿 八万亿 老板慢走 老板娘慢走 欢迎再来指导工作 真讨厌 你们叫的人家不好意思了 下次不要叫得那么大声了 小七这个时候 给我打电话做什么 难道是公司出什么事情了不成 小七 怎么了 十三先生 我刚刚得到消息 米特尔家族今天将在下海市举行一场拍卖会 这次拍卖会中有不少是通过不法行为从我们华国获得的 有很大的珍藏及研究价值 您看你要不要亲自去一趟 丁 触发特殊外卖任务 打脸米特尔家族 使其彻底名声扫地 实现三天 完成任务 奖励武林绝学 降龙十八掌 任务失败 直接抹杀宿主 请宿主尽快完成 我擦 三天 看来这次任务还不是一般的难呢 不过我喜欢挑战 小七 一个小时之后 我在机场等你 咱们一起去那个拍卖会 今天我要在那个拍卖会上嘎嘎乱杀 十三 刚才我听你说 要去下海参加拍卖会 难道你就准备穿这身外卖服去吗 外卖服不挺好的吗 我要让他们知道 在我们华国 一个普普通通的外卖员 都是他们什么狗屁家族 不可能战胜的存在 十三 我突然发现你好帅呀 可惜你要走了 嘿嘿嘿 哦 一个小时之后才走呢 要不咱们回去再吃点 嘿嘿嘿 两个人都吃了好几个小时了 这马上就要去下海了 怎么还去吃东西 老板还真是个大吃货 哈哈哈 你说有没有可能他们吃的东西 跟你想他们吃的东西 不是一个东西 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 好嘞好嘞 小七 我睡会 一会儿到了 你叫我 好的十三先生 你休息就好了 这就是那个什么狗屁米特家族举办的拍卖会 这泼泼烂烂的他们家族最近是不是缺钱了 连个好点的场地都足不起 一个臭松外卖的好大的口气 竟敢对我米特尔家族指指点点 为你说的话道歉 我可以不跟你一般见识 要不然我现在就让人把你给扔出去 你敢 只要你敢对十三先生出手 我保证你们米特尔家族今天的拍卖会到此结束 小七小姐 你能来珍视我的荣幸 上次我提的建议你考虑的怎么样 只要是你做我的女人 跟我米特尔家族结合 我保证你的财富绝对会上一个新的高度的 想要小七做你的女人 你也不撒泡尿看看 你哪里配得上小七 还让小七的财富上一个新的高度 你恐怕是对财富一无所知 我警告你 最好离小七远点 要不然我一定会让你后悔的 米特尔家族的未来继承人的追求不同意 转身就养了个送外卖的小白脸 这不是打米特尔少爷的脸吗 没错没错 关键是这送外卖的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警告米特尔大萝卜 这无疑是在打脸的基础上 又给了两个大米兜 米特尔大萝卜这次 一定不会放过这个送外卖的 有好戏看 你你 臭送外卖的 老虎不发威 你真以为我是病猫好欺负不成 来人啊 把这个臭送外卖的 给我大鞋八块丢到黄埔江喂鱼去 我看你们谁敢 今天敢对十三先生动手的 我保证 他在一个小时之内 在下海市彻底消失 包括你米特尔 大萝卜 我小七说到做的 不是要动手吗 怎么一个个都跟傻子似的 站着不动了 一群软蛋 你臭送外卖的 躲在女人身后算什么本事 有本事就站出来 咱们来一场男人之间的队 小七对我这么好 他的后背这么温暖 我怎么舍得离开呢 我就站在他身后 我看你能拿我怎么样 你你你你 大萝卜少爷 已经安排妥当 今天过后下海市 将全部在咱们的掌控之内 臭送外卖的 让你嚣张 今天过后 老子一定要把你丢到黄埔江喂鱼去 臭送外卖的 即便是这个女人 也不能一直保你无事 我一定会让你为刚才 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的 咱们走着瞧 刚才我好像隐约听到他们说 要控制下海市 我倒要看看 要刷什么手段 小七 大萝卜一向蛮横嚣张 今天这个外卖小哥这么说他 竟然就这样算了 这是什么情况 刚才没听说吗 这个外卖小哥是靠女人保护 看来这位姑娘绝对不是一般人 其实我长得也不错 如果他能看上我就行了 十三先生 果然如你所说 外边全部都是他的人 并且我们还在周围发现了 这个不过现在都已经解决了 还有 还有什么 先不告诉你 一会给你一个大惊喜 小七你是越来越调皮了 不过我喜欢 欢迎各位来到米特尔家族的拍卖会现场 今天来的都是有头有脸 在各个行业首屈一指的人物 所以今天的拍品自然也是最好 最值得珍藏的 废话我就不多说了 现在请看第一件拍品 后一摄日 臭送外卖的 这幅画可是当年从你们这里抢来的 到现在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一直在我米特尔家族存放 不知道今天看到之后 你你心里可有感触 哼 当年知识不提 不过今天这幅画我要定了 哦 既然你那么想要 那我可要好好给你抬抬架 各位 这幅后一摄日传闻 是唐伯虎的作品 该画以写实与奇特的画风 将神话故事跃然于纸上 画中后一一头飘逸的绣发 带着能抵御五千兆度的墨镜 扛着RPG火箭的 与天空中的九个太阳斗争 丝毫没有落于下风 反观天空中的太阳 在后一火箭炮接连攻击下 一个个相继落地 造成百里附近山体通红 狼烟滚滚 由此可见 太阳的温度之高 危害之大 该画整体线条浮夸 强劲有力 想象力超前 确实一幅不可多得的藏品 所以该画此次拍卖底价为一个亿 每次加价不得少于五千万 现在拍卖开始 臭送外卖的 你不是说要把这幅画拿下吗 那就请开始你的表演吧 我自然会喊价 不用你狗叫 你你你你 就让你再得一会 一会有你哭的时候 这幅后一摄日 我出一百亿 臭送外卖的 不是自己的钱花着就是不心疼 一出手就是一百亿 真是大气 不过我可不会让你这么低的价格 就把这幅名贵的话拿到手 我出五百亿 一千亿 三千亿 五千亿 一万亿 两万亿 五万亿 八万亿 五万亿 八万亿 十万亿 二十万亿 不仅跟大萝卜抢女人 现在更是公开叫板 这外卖小哥实在是太牛叉了 寒假到二十万亿 这外卖小哥旁边的那个姑娘 居然没有一点生气 或者担心的样子 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存在 不仅让大萝卜忌惮 还对这小白脸这么好 同性不同命 我怎么就没有遇上这种富婆啊 没想到小七对你这小白脸 还挺看重 罕假到二十万亿 竟然都无动于衷 不过这二十万亿 应该也是他所精英集团 能拿出来的极限了吧 不过话说回来 我们家族还真是要感谢 要不是你 我们也不可能这么轻松的 拿到二十万亿 二十万亿 第一次 二十万亿第二次 还有没有要加价的 二十万亿买一幅画 再加价恐怕就是真傻子了吧 二十万亿 第三次 成交 恭喜小七女士 成功一二十万亿的价格 拍下这幅后一摄日图 该图在您离场的时候 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 交到您的手上 请问您怎么支付这笔拍卖费用 直接刷卡就行 小七女士请你提供下银行卡 丁 二十万亿刷卡成功 正在打印评条 请稍等 刚才大萝卜说 这个外卖小哥是小白脸的时候 我还有点质疑 没想到真的是这个女的出钱 这外卖小哥也太成功了吧 二十万亿 说刷卡就刷卡 这也太神毫了吧 等散会之后 我一定要加上他的联系方式 哪怕是让我做他的一条狗 我也心甘情愿 你们以为付款之后 就能把这幅画带走吗 今天这个傻猪盘 就是为你们准备的 东西可以拍 钱可以付 但是一样东西 也别想带走 老大 拍卖会场内都是些 手无腹集之力的富豪 大萝卜少爷把咱们在海外的雇佣兵 全部都调到这里 是不是有点搭财小用了 你懂什么 大萝卜少爷这么安排 一定有他的道理 咱们只要按照吩咐 做就行了 那边有情况 你过去看一下 大哥 怎么回事 那边发现了什么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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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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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全部双手抱头蹲下 要不然 每人给你们一炮 丁 您尾号为5672的银行卡 成功收款20万亿 请注意查收 小七付款了20万亿 我这边收款了20万亿 这是什么情况 小七刚才说要给我一个惊喜 难道 臭送外卖的手机铃声做得还挺好 跟真的似的 要是不知道你是一个臭送外卖的 我还真就信了 不过你在这装13有什么用 有这点时间还是想想 怎么哄你旁边的富博开心吧 错过第一件拍品的各位 一定要珍惜第二件拍品 因为这件拍品的珍藏价值 不亚于第一件 大家请看大屏幕 没错 此次要拍卖的拍品 正是桃园三结义 难道这就是刘关张当时三兄弟结拜的场景 如此说来 这张画确实比后裔社日更有收藏价 那位兄弟说的没错 这幅画就是刘关张桃园三结义被记录的场景 此画以桃园为背景 通过大胆的想象 将三人当时结拜的神情 激动作描绘的生动形象 再看细节 通过地上的瓶子 不难看出 当时三人已经尽兴 再看刘备的首饰 更是将当时的兴奋展示的活灵活现 作者更是通过大胆的想象 将拍照人也会于纸上堪称一绝 各位第一幅画没拍上的 现在你们的机会来了 此画低价五千万 每次加价 不得少于一千万 现在拍卖开始 这幅画确实不错 我出六千万 别怪兄弟不讲情谊 这幅画我也看上了 七千万 两个大老爷们一次加价一千万 真是没一点魄力 一个亿 看来大家都喜欢这幅画 说实话我还真不忍心让你们拍走 我出十个亿 你们今天就乖乖地把钱给我留下来吧 一百亿 那个女的到底有多少钱 能让这个外卖小哥这么喊价 小七 上一幅画你出价二十万亿 差不多是你集团的所有流动资金了 你确定 这次还要让这个吃软饭的小白脸 这么糟蹋你的资金吗 我想你是搞错了 这本来就是十三先生的 我只是帮他管理 他想怎么用都是他的权利 我无权干涉 还有我要纠正你一点 刚才的二十万亿 对十三先生来说就是九牛一毛 真不知道 这个臭送外卖的 给你灌了什么迷魂药 能让你为他做到如此地步 废话少说 现在拍卖还在继续 要的话你就接着拍 不要的话就给我闭嘴 臭送外卖的 我不要 但是不会让你轻易得到 五千亿 小七 面对这种人 我真的无力竞争 交给你吧 好的十三先生 五万亿 喊价到最后 拿不出来钱 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十万亿 二十万亿 五十万亿 怎么回事 他怎么不喊了 小七 喊价呀 怎么就停下来 因为他们家族 估计这五十万亿都拿不出来 再多喊也没用 主持人 你们少爷喊了五十万亿 你怎么不动了 赶紧敲锤呀 这大萝卜少爷 您看 无所谓 反正最后还是落到自己口袋 不过我们想到 他们居然这么懦弱 这就放弃了 五十万亿第一次 五十万亿第二次 还有没有出更高的价格了 刚才二十万亿 这次五十万亿 这两张纸 居然买到七十万亿 真他喵的 不知道他们这些有钱人 脑子里在想什么 早知道不喊这五十万亿 还让他们以二十万亿的价格 拿下来了 不过无所谓 反正最后他们都逃脱不了 五十万亿第三次 恭喜大萝卜少爷 以五十万亿的高价 拿下这副桃园三结义 接下来 请看第三件拍片 慢着 刚才我们拍下来是 现场付的钱 现在是不是也应该 让他把钱付了 再进行接下来的拍品 哼 我是家族未来的继承人 付不付钱 又有什么区别 如果你是以拍卖人 参与拍卖 我想没人会说什么 但是如果你是 以家族的名义来参加拍卖 我想大家都会认为 你是恶意抬价 接下来 我倒要看看 谁还会出价 没错 没错 那位美女说的对 你如果不付钱 就是恶意抬价 就是把我们当傻子 我们接下来都不会喊价 少爷 大局为重 还是先支付这次的拍品吧 反正最后都是咱们的 哼 就满足你们 反正老子 有的是钱 他瞄的 50万亿可是家族的全部 就算是转在家族的账户上 也要不少手续费 算了 为了大局 还是先转账吧 50万亿刷卡成功 正在打印评条 请稍等 丁 您伟号为3708的银行卡 成功收款50万亿 请注意查收 果然如此 50万亿刷卡成功 正在打印评条 请稍等 丁 您伟号为3708的银行卡 成功收款50万亿 请注意查收 果然如此 看来刚才小七出去的时候 不仅解决了外面的那些鬼魅 还顺手 把米特尔家族哥收购了 大萝卜 自己老家都被偷了 还在这跟我装13 真是个大萝卜 不对 刚才那个臭婆娘 拍下后裔摄日图的时候 转账20万亿 这个臭送外卖的手机提示银行卡 收到20万亿 这次从我的卡里刷出来50万亿 她手机发出 收到50万亿的信息提醒 还是给家族打个电话 问问什么情况吧 大萝卜刚刚转账50万亿 这外卖小哥手机 就提醒收到50万亿 你说 会不会这个米特尔大萝卜的钱 是转在这个外卖小哥银行卡里的 她就是一吃软饭的 送外卖的 收款5万块 估计就是她的极限了吧 还50万亿 你太看得起她了 她喵的 自己在这个拍卖会场 装了信号屏蔽器给忘了 算了算了 以免夜长梦多 还是提前动手吧 金克斯 提前动手 是 少爷 兄弟们开始行动 这 这这 这些人一身杀气 这是要干什么 铁狼雇佣兵 这些人是海外铁狼雇佣兵 他们受雇于米特尔家族 怎么现在会出现在这 大萝卜少爷 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们一个解释 解释会给大家的 但是现在麻烦大家配合我一下 全部到前边的空地上 十三先生 抱歉 刚才我只把外围的清理了 没想到 他们在拍卖会那场 还安排了这么多人 没事 这几个小虾米 我还不放在眼里 咱们先看看 他要干什么再说 那个不是行义的翘楚 你米特尔家族 对我们指手画脚 你也配 没错 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子 也敢这么嚣张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老赵咱们走 再往前一步就地斩杀 不 不 不不要 我们配合 我们去 我们现在就过去 不要杀我们 好好给你们说你们不听 非要让我生气 真是见骨头 还有那个不服气 不配合的 站出来 咱们好好掰着掰着 十三先生 咱们的人现在全部在外边 要不要让他们冲进来 这里的人太分散 他们的人手上还有机枪 咱们先跟过去 看准时机再动手吧 哟喝 你们两个还挺硬气 面对我这么多人 居然站在这里纹丝不动 看来是要跟我对着干了 兄弟们来两个 好好教教他做人 你 你 大萝卜 你敢动十三先生 我一定不会让你好过 小七女士 我承认你的集团 在华国有一定的营骨 但是麻烦你看清楚 现在的局势 只要我想 马上就能嘎了你 别别别 过去 过去 小七 走 咱们过去 刚才叫架的时候挺胸 没想到居然也是个软骨头 真不知道小七这么漂亮 这么有钱 看上你这个臭送外卖的哪一点啊 大萝卜少爷 我们都是正经的生意人 来你这就是花钱的 现在你把我们控制起来 我们还怎么消费 你还怎么盈利啊 老赵说的对 赶紧让你这些手下离开 咱们接着进行拍卖 我们保证一定会喊价 一定会付款的 都上赶着把钱送给我啊 既然你们对我那么好 那就在这股份转让协议上签字吧 股份转让协议 什么意思 顾名思义 就是把你们名下所有的资产 全部转移到我们米特尔家 这个我想大家都能理解吧 胃口还真是大 下海市所有的有实力的 企业老板都在这里了 如果所有的资产 全部归入米特尔家族 那整个城市 还不成为这个家族的一言堂 你 这拍卖会 根本就是你们的阴谋 你是想通过控制我们这些人 来控制下海市的经济 实现统治下海市 哟 还挺聪明 这都被你知道了 不 我不可能 下海市的经济 不能被你们控制 我是不会同意转让股份 死也不会同意 嘴还挺硬 去把他的牙都给我敲下来 指甲盖都给我拔 我倒要看看他嘴硬 还是咱们的钳子硬 大萝卜 你不会是真把我们当成鱼肉 你想怎么欺负 就怎么欺负吧 臭送外卖的 刚才老子就想收拾你 要不是你刚才配合得好 我早就让兄弟们动手了 既然现在你为他出头 那就先收拾 兄弟们给我好好教训教训他 流口气就行 真以为人多就能为所欲为吗 给你个机会 你们集体游会漂亮国 我可以饶你们一命 否则 放我一条活路 你怕不是脑子有问题吧 我这里全都是战场 退下来的雇佣兵 一个最少打十个你这样 这样的房间内有十个 外边更是有五百多个 你凭什么觉得 我需要你放过我 葵花点血手 谁动谁是狗 还葵花点血手 谁动谁是狗 你真是太有意思了 说实话我都有点 不忍心对你动手了 毕竟你憨憨的样子好可爱 兄弟们动手 动动动不了了 少爷我们身体动不了了 怎么可能 臭送外卖的 你这他们做了什么 没做什么 他们只不过是不愿意做狗 所以才不动的吧 大萝卜少爷居然动了 不知道你想做什么狗呢 臭送外卖的 不管你用了什么手段 我告诉你 我外边还有五百人 今天一定要嘎了你 金克斯让外边的兄弟们 全部冲进了 十三 外边的已经全部被控制了 这两个头目很嚣张 我给揍了一顿 就给带回来了 铁 铁狼团长 竟然被揍成这个样子 这这这不可能 大萝卜少爷 你的五百人全部被抓了 现在你还要说什么 为什么我一点没有察觉 像你这样的大萝卜 跟傻的差不多 怎么会知道 大家伙 现在危险已经解除 刚才大家的怒火 可以放出来了 记得一定不要动脚 敢威胁我们 真是不知天高低厚 伙鸡们动手 让他知道 咱们下海市的人 不是好欺负的 臭小子 我让你去主持拍卖会 你到底做了什么 为什么咱们米特家族 都被收贡 赶紧拿着你手里的 五十万亿回来 记得千万不要 向咱们家族的账户转 现在家族的账户 已经变更成十三先生了 现在咱们能不能 重新崛起 全部看你手里的 五十万亿了 这这这 完了 叮 恭喜宿主完成任务 降龙十八掌 以帮助宿主领悟 宿主随时可以施展 你们全部都滚出去 这个包间 我家少爷要占用 给你们三分钟时间 如果不出去的话 后果自负 凭什么我们先来的 你说你家少爷要用 就要我们滚出去 一个臭松外卖的 居然敢开天资一号房间 你知不知道 这个房间最少消费 可是一百万 就凭你一个臭松外卖的 估计一年 都挣不到这么多钱 我让你滚出去 是为你好 最起码不用一回结账的时候 没钱在你女票面前丢面 有没有钱跟你没关系 这个包间是我先开的 所以在我没离开之前 都属于我的私人领地 现在请你为刚才的行为道歉 并且马上出去 我可以原谅你刚才的无礼 要我道歉 这是我今年听到最大的笑话 臭松外卖 你知不知道 现在站在你面前的 可是下海市的赵公子 家里公司上义 不仅如此 赵公子的爷爷 更是下海市的画市人 他一句话 就能让你在这下海市 连外卖都送不下去 还敢让他道歉 真是活腻了 外卖小哥 我是这家酒店的经理 对于今天发生这样的事情 实在是抱歉 不过赵公子点名要这个包间 所以还请两位 移步到另外的包间吧 凭什么他点名 我们就要移到其他包间 我告诉你们 今天这顿饭没吃完 我们是不可能离开的 就算是天王老子 来了也不行 哟 没想到小丫头还挺有脾气 是我喜欢的类型 送外卖的刚才让门你走你不走 现在我改变主意了 我要你自己走 这个小丫头留下来陪我 就凭你也陪 最后一次警告你们赶紧道歉 滚蛋 否则我一定会让你们 对自己所作所为后悔的 阿强动手 给我狠狠地做他丫头 记住别动那边那个名 一会我来亲自收拾 臭送外卖的 怪只能怪你自己命不好 惹到不该惹的人 你放心 我会下手快点 我会让你太难受的 罗里巴说 你想我们吃饭 我警告你们 这次只是个小教训 不要再来打扰我们吃饭 否则下次就不会这么简单了 这这这 一招 阿强可是跆拳道18代高手 一招就被打趴下 这这这 还不快滚 等着我送你不成 三个数不离开 就不要怪我脚下不落情 外卖小哥 赵公子家中有钱有势 而且他这个人特别记仇 今天的事情 他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你还是小心点吧 有钱有势 就能欺负人不成 他最好老实点 不要再来招惹我 要不然我一定会让他付出代价的 你走的时候 然后麻烦把那家伙一起给带出去 看见他就影响我们就餐的心情 在下海市 还从来没有人敢让我吃这么大的亏女 臭丧外卖的你是第一个 今天老子保证 你在下海市彻底消失 老爹我在酒店被一个臭丧外卖的给打 他还说打的就是咱赵家人 一个臭丧外卖的 你敢挑战我赵家的权威 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你等着我 现在就带人过去 十三先生 我已经通知机长了 两个小时之内 他就能到这里 一会找个空旷的地方 等着就行了 已经一天没送外卖了 系统也不发布特殊任务 真是没意思 赵公子 刚才那个外卖小哥 跟那个姑娘已经离开了 不到二十分钟的时间 两个人肯定走不远 老实交代 他们去那个方向 这这这 我警告你最好老实点 要是我找不到人 等我回来 就把你这家店给拆了 爸那那边 他们往那边去了 老爹 你一定要给我报仇啊 放心 只要他在下海市 就休想逃出咱们赵家的手掌金 外卖小哥 实在是抱歉 不过我也要为自己考虑 你自求多福吧 我保证 只要你能活下来 以后你来我这店里 吃饭 我都给你打巴掌 十三先生 你看那边浩浩荡荡的 来了好多人 应该是刚才那个赵公子 本来想着 不找我麻烦那件事 就此翻篇 没想到真的找过来了 既然他非要自己找死 那就怪不得我了 爹 就是他们 就是这个臭送外卖的打路 赵公子还真是能耐 这么短的时间 不仅集合了这多人 还能找到我们 看来你们赵家真是不简单啊 那是自然 臭送外卖的 如果刚才你乖乖地让出房间 又怎么会走到现在的地步 哦 不知道赵公子想怎么处理我呢 下跪道歉 把你身边的小美女留下来 让他伺候我几天 我就放过你 要不然 今天我就要你消失在下海 想让我夜十三消失的人多了 不过还从来没有成功的 或许你可以试试 不过我提醒你 如果你不能让我消失的话 我就会让你赵家在下海时消失 所以你考虑清楚 十三先生 真的是他 在拍卖会上这家伙 可是收购了米特尔家族 还让大萝卜 游回了漂亮国的人物 我赵家在他眼里 估计也就是个芝麻 这王八蛋 怎么会得罪这样的人物 兄弟们动手 今天只要谁答了 这送外卖 我给一百了 都给我送走 十三先生 是我老赵啊 昨天拍卖会上 咱们还在一起呢 你不记得我 但是我记得你啊 您当时给那个大萝卜 瞎尿的情形 可是非常解气 大家都拍手叫好呢 我记得啊 没印象 还是说说今天的事情吧 王八蛋 赶紧给十三先生 跪下道歉 爹 是他打的我 那是你该打 废话少说 再不过来道歉 老子马上废了你 对不起 我错了 十三先生 犬子无知 冲撞了您 求你不要迁怒我们赵家 从今天开始 赵家愿意 作为您在下海市的落脚点 随时听候您的安排 看在你诚心的份上 这次就放过他 但是让我发现 再有下次 就不会这么简单了 爹 他就是一个臭送外卖 您为什么这么害怕 十三先生 收购了米特尔家族 更是接手了 他们家族的上百亿资产 这样的人 岂是咱们能得罪的 还好今天十三先生没生气 如果他真的 不可能放过你的话 我一定会大意灭死